所以你們放心 該加給你們 一定會加給你們 好不好 OK 誰跟這位問題 下架他們 來 加 誰跟這位問題 你開手之後問他們 說了些 不是 不是 我們這位有 這個太奇 這要給你黃牌 為什麼 沒有 我們想說 念書最討厭的一個人是什麼 什麼 老師會 有沒有 建議提醒 誰會 誰會 答會 答會 你們每天一天到晚 工作就只想加薪 你只想加薪 那你到底 工作的表現在哪裡 老闆會看得到嗎 你如何表現 你的工作態度 讓老闆決定 要不要給你加薪 老闆你都誤會員工了 我們不是一天到晚 你只想加薪 你是 我自己是老闆的話 敢來跟我談加薪的人 我會其實蠻佩服他們的 因為他們 對這個公司就是有信心啊 沒有論 沒有論 我覺得一直默默做的人 那個叫很辛勞 辛勞的人其實他們不會被重視 我覺得有功勞的人才會 就是說其實當你提出加薪的 那一瞬間呢 其實老闆就會開始就是 特別的關注你這個人 因為你想要加薪嘛 我就來看你表現怎麼樣 你表現的 你表現的其實跟平常一樣 會不會覺得你有點怠惰 對吧 很多時候 老闆他很忙 就像是剛剛兩位 阿武跟趙鑽平 趙哥 兩位好忙 當製作人還開餐酒館 可是 你的餐酒館現在誰在顧 很明顯不是你吧 你在這裡上通告 我想這個 肌肉是鍛煉出來的 機會當然是爭取來的 唐僧有對悟空說過 你想要你就要說 你不說 我不會知道你想要 就不會 不會你想要我不給你的 我不是余儒的嗎 我不是余儒的嗎 余儒說的根本是誰說的 你就把那個店裡的台詞拿出來講 網路隨便搜尋的 而且一個公司裡面 大家本來就看跡象嘛 看貢獻度啊 今天這個人的貢獻度 他就是很厲害 他一向通告 流量飆了2000倍 那我這個人 我沒有被加薪 我自然而然也覺得合理嘛 對不對 所以站在一個主管的立場 我請教你 如果今天你的員工 真的很有貢獻度 你是不是還是會想要 薪水把他留下來 因為你剛剛已經講到重點了 代表我還不 我如果表現好的話 你會不會構成那種佳心 我當然會啊 你連講都不用講 不用你來找我了 拜託喔 人必自重而後人眾之 你所有人都在需要談 你都會出一張嘴 好像很厲害 可是你從來不敢做 張忠萌說過 這個世代的年輕人都怎麼樣 只在乎自己為什麼沒有 可是從來不去檢討 自己有沒有那個能力 這就是為什麼我主張這件事情 叫做不可以做這件事情 對啊 老闆跟主管 其實他有自己的標準在那邊 這你們放心啦 該加給你們 一定會加給你們 好不好 要加給你們加 所以說實在 我呢 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 不怕沒有錢 就怕你沒態度 有網友說 趙哥來講態度問題有點 點點點的 對態度很對 態度 好 來啦 你有話想說 卻苦無發生的管道嗎 你的事情有不同的見證 卻無人傾訴嗎 年輕學子們站出來 說出你的想法 讓我們聽聽年輕人的心聲 鬧變風向 強力徵求學生辨識 只要你敢說 我們就敢要 趕緊拍攝影片 然後發送到我們以下的信箱 就會有專人跟你聯繫 還有還有 別忘了訂閱我們鬧變風向的 YP頻道 按讚 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們精彩的辯論哦 各位朋友 鬧變風向 趕嘴就來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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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